不一样的点在于说它就是你真实的人生的剧本 真实 肉丝你好 今天很高兴到你这边来 就是你这边是个工作室对吧 对我这边是个工作室 对我看这边 我们美其名曰助长隐奉 然后这里是一些就是你们平时的一些活动照片啊 对这是我们平常的活动照片 这个是我们的照片墙 记录了我们过往的历史 我们从第一次推盘然后再到我们教练的培训 再到我们各个场地的最后的一些大的合影 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生活的记录 你们这边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我们主要是人生剧本 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人生剧本纱 但剧本纱只能玩一次差不多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纱盘的话 可以带入当下的这个人生剧本 就会可以玩好多好多次 其实纱盘就是就跟剧本上差不多的是不是 不一样的点在于说 它就是你真实的人生的剧本 真实的人生的剧本 对对对对 你可以在这个这个纱盘 小小的一个纱盘当中 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看到金钱的关系 看到跟身边人之间的各式各样的亲密关系 就我们讲人生 我们人生沙盘会有六点绝察 人生沙盘可以看到六伤 六伤就是情伤 六什么六伤 六伤 六伤 对对对 就是情伤 智伤 玩伤 健伤 逆伤 什么意思呢 就是情伤就有情伤 健伤就是关注 是不是你关注健康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逆伤 就是你在逆境当中的你的一个情绪反应 处理能力 就是我们公司总共这个四个人 那四个人是早先我们都彼此不认识的 就是因为推盘 大家共同认识了之后 然后一起有共同的一些方向愿景 然后在一起开公司 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 剧本啥我知道有签完 我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这个其实最早演变于 傅爸爸崇爸爸的现金流游戏 那现金流游戏后来做了一些迭代 有一个中国人叫唐前九 他做了一些迭代 然后更名为这个财富流 然后我们是在财富 我们使用财富流这个工具 然后把这个活动 让只是每个周末 我们在全上海的市中心 都会定期的去做举办 所以我们更多的把它称之为人生沙盘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真实的人生 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但是在这个沙盘 其实是可以暂停或者重来的 就真实的人生无法重来 但是沙盘当中你可以重新重来 通常是比较勇敢的去 在沙盘当中去做推验吧 因为可以把错犯在沙盘里 把成功的经验带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人生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经历和感悟 其实在这上面都能够反映出来的 对对 是吧通过玩这个沙盘 是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道具 这好像是财富什么沙盘是吧 对 我用的就是财富流的沙盘道具 如果我们的活动的名字叫做 这让我想起来以前最早玩的大富翁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面它是富而喜悦 对对富而喜悦 然后这边呢就是整个启盘阁 启盘阁它总共会分成三个圈层 嗯 这个是平流层 平流层你会发现我们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不需做慈善 同时呢我们会有机会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当中 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机会的 那机会来自于四面八方 对应到我们有副业 呃企业 房产金融 嗯 然后呢在整个这个平流 这个叫做平流层 平流层意味着说我们平平淡淡的一生 嗯 我们会经历结婚 生子 一个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可能会进入到逆流 进入到逆流 也就是对应着我们的现实的 比较逆境的那种状态 可能会经历失业 失业 失恋离婚 离婚等等 包括这些逆流格子的话会有对应的卡牌 会是让你抽 那对应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逆流 逆境的这种状态 这个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对 生活当中的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的 对的对的 那平流层逆流层 然后也会有人生的顺流 顺流代表的就是财富自由之后的这个生活 嗯 那顺流层当中的就会发现有环球旅行啊 把这个伴侣进行成灵魂伴侣啊 带领十一人富而喜悦啊等等 就会发现顺流层会有非常多的梦想 包括顺流层也会有诸多的这种大的项目去让你考察 我们会带玩家去感受富而喜悦的 赚钱如呼吸一样简单的 买一座私人海岛 对买一座私人海岛 这就是梦想 哎哎哎哎 是的 就是我最初一次开始对这个沙盘感兴趣 那时候我是作为玩家 然后我当时还是就是在上班的那个状态 我是做猎头的 然后那个时候猎头我们讲就独立自主360顾问 嗯 就是要完成的全部自己来搞定嘛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把这种独立的思维带入到这个沙盘当中了 结果啊 我们是模拟二十岁到六十岁 重复的四十年的人生 到六十岁的时候 我当时抽到角色是护士 哦 对 然后从一个二十岁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小护士 到六十岁之后 我发现我这是一个又老又丑 没有老公没有孩子的老护士 就没有我的财富没有做到任何的这个累积 阶层没有做到任何的这种跨越 反倒是我隔壁的他的扮演的角色是销售经理 他在他差不多四十多岁的时候养了个孩子 还很霸气的是没有找老婆 就单身养了个孩子 到了六十岁的时候 他成为一位富翁 我想我的人生一定要发生变化 一定是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导致我同样的这个四十年的状态过完了之后 财富累积是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在那之后我想着去改变 所以在第一盘给到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到我们就一定是合作 就我们的就是生活当中也需要更多的合作 而不是彼此的竞争相互个体的这种状态在 就是就是生活了 对了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团队叫我们一起 就是因为我们一起成就 或者说我们一起在这个大环境并不好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一起就能够活着 嗯嗯